中華民國的反共青年中國黨 在2010年失去政權的時候 他們就把反共去掉了 所以我都懷疑他們從那個時候 已經在開始準備連共姿態 我們不能夠不繼續反共 為什麼 因為中國共產黨的本質並沒有變 他今天危害人權 一黨專政 這個違反法治民主自由 這樣的本質一直沒有變 他的侵略性 他的專制性一直沒有變 在中國投資受到迫害 他當然是說 不是說受到迫害 他是說台山向國台辦投訴的台山糾紛案件 一共有10966件 不懸掛國際與中國共產黨談判和平統一 那麼這連串的行為是不是有構成判斷罪 我就跟他們講說有啊 在我和我家人冰冷的關係上 我是繼續的在傻言 但是看到台灣今天這樣的危機 我想個人真的不算什麼 我要特別呼籲藍營的黨政軍 老伯伯們各位同胞 真的你要看清楚 今天台灣 這麼的危險 我們一定要愛護這片的土地 但是呢 為什麼我反共 所以這反共是反對政府 利用共產主義達到專制霸權 暴虐人民 反民主反自由的種種做法 而中共對台灣在國際地位的打壓 不承認也不尊重台灣實體存在 給台灣人民的意願 以及文攻武嚇 帶給台灣人民的憤怒 反共 反共 反共大陸去 反共 反共 反共大陸去 大陸是我們的國土 大陸是我們的領域 反共必勝 反共必勝 建國必勝 建國必勝 解救同胞 解救同胞 消滅共圍 消滅共圍